《芳木經緯》 《芳木經緯》 《芳木經緯》是我接觸過攝影家 她曾經說過 你攝影很簡單的事 拍你喜歡拍的東西 而且我也覺得是 想去拍你自己拍的東西就是最好的 用相片去告訴你 不會說那麼多無謂的事情 貧窮對於我來說 我就直接一點 就是沒有錢 有高有低的 有些人 可能全戶有100萬 都說自己貧窮 簡單來說就長期在擔憂 找朝不得晚的 起碼都去到這個位置 才說貧窮 我參加這次比賽 的照片 都是一些街頭的攝影 也不是我 故意走進去 也不是 總之就是 走在路上就看到的東西 窮是否不好 也不是絕對性不好 窮人沒有那麼大支 沒有那麼保護自己 都會 像一個人 不可以剝削他們 公平些 好像香港 這麼多營養 這麼有錢 一個地方 大家都認為貧窮的現象 譬如有些人撿紙皮 各樣東西 那些都是一個現象 就是你倒垃圾 你厭惡性行業 是很辛苦 做了一天 頂不住 其實人工應該高一點 不是計你學不學 做那件事 不可以說你讀得書多 就大了 讀得書多 應該用你的內閒 去思考 但是大部分人 我想都是 用讀得書多 來騙飯吃而已 尼彩就這樣說 其實你每做一個動作 即是你今天出街與否 可能都影響到 所有事 不過你不知道而已 只不過 我自己很肯定 我不會用相片去 刻意去改變任何東西 我現在拍照 再想起之前 即是初初接觸攝影的階段 那個動作是很相似的 都是源於慾望 還沒開始發表自己的東西 的時候 就喜歡拍攝自己的女朋友 現在也是一樣 我想這個挺基礎的東西 那方木經偉也都說過 即是藝術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真的選了你 選了你是藝術家 即不是說你很努力 就可以做到藝術家 不是這樣 我也覺得是不會這樣 其實現在很多所謂的名字 就是一個拍照的人 我明天會拍照 我待會也會拍照 我待會也會拍照 你很期待 來人推出 你彈不停 你不停 你都在上一次 你不停 你爭解 你也是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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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停